對 光這一口 你說什麼麵粉做麵包 你能擦這麼久嗎 它應該早就掉下來了吧 對 那米就沒辦法 米它就比較黏 沒辦法這樣 不過我說 要加下去就會變白了嗎 對 在漂白 漂白 它是做好 煮好之後 曬乾之後再漂白 所以它夾的米粉 其實真正的 會比較介意的點 不是在什麼小麥粉 對 這個還好 對不對 這個還好 就是 它有蒜香水 蒜香水 因為它麥相比較好看 飄完之後米粉就很不滿 蒜香水如果萬一沒有煮乾淨 或怎麼樣 吃了會 根據這個圖物科醫師的研究報告 所以乾啊 腎啊 所以我們因為 在不知道它成分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盡量就是從顏色來挑選 對 就剛好能在幾個 從外觀 顏色 來做挑選 因為等吃下肚子來不及了 了解 這個是米粉對不對 那冬粉咧 那冬粉一樣 冬粉剛剛我們提到說 大概是 那其實很貴啊 對 通常一樣會 加玉米粉 還有麥粉也 便宜 然後一樣黏著劑一點點一些 那最主要 還有加一個米粉 那米粉是做什麼用呢 米粉化學名稱叫 那牛酸鋁甲 好 一般做什麼東西 那個油條 好 假蛋 中國大陸發現了假蛋啊 假蛋 假蛋 假的雞蛋 對 好 或者油麵 或者是我們冬粉 它是米粉 那米粉幹嘛呢 那它是食品期嗎 食品期 這個是 不難吃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講的 硫酸鋁甲 那個下去有鋁的成分 鋁呢 已經根據研究 容易導致所謂的 阿姬麵症 就老人吃在這 米粉吃了就會老人吃在這 就這個東西 那它這個東西加下去之後 讓它 膨脹透明Q度才會夠 所以冬粉會比米粉Q 就是米粉 QQ又透明就是因為加了米粉 對 所以比較危險的就是這一個 它那個煮過煮熟了米粉 不會因此溶解在水裡 不會啊 我們還是把它喝下去 而且我們都煮在那個水 火鍋裡面 不要喝 火鍋會喝下嗎 真的 就算湯不喝 它也會沾附在冬粉上面 是 所以我們都只能買回來 米粉或冬粉要先 然後胖了耶 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再去煮 然後甚至於跟湯分開煮 再放在湯裡 這樣才是對的對不對 對 如果是這樣 什麼才是對的 你為什麼買假的 然後做對的 沒錯 應該去買真的 猜猜幾啊 你就買對的就好了嘛 這搞那麼複雜啊 趕快要找出對的 趕快找出對的 對 這樣我們了解啦 來 謝謝 謝謝陳博士的還原 謝謝 來來來 我們剛剛烤的是 冬 米粉跟冬粉對不對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小朋友最愛吃的東西了 對 小朋友很愛吃 肉鬆 還有粉圓 好好吃 來來來來 我們一樣來烤一下各位 好 好來 我們現在呢 桌上有肉鬆 有粉圓 但是我們先針對肉鬆啦 好 來 三位 來看看 好明明喔 還是西班 還有一張瓜 其實我也蠻好奇 其實所有的東西 變別真假 我知道了 越香越好吃的 好 注意 欸 欸 暗示了他 這個 這個方向 我知道了 A B 哪一個肉鬆是假的 A B B 你看 B是假的 B是假的 為什麼你們都可以跟我們不一樣 肉鬆達人 你先解釋 為什麼A是假的 因為A的感覺 因為肉鬆 它應該要很鬆 可是 就是結在一起嘛 那B吃起來就是鬆 喔 叫非常鬆 對 肉鬆啊 喔 是這樣子啊 對 就像陳博士講的 清清跟雅媽 我覺得B是假的原因 是因為 B它真的太香 喔 太香 你覺得B比較香 而且它太鬆 我的剛好邏輯是跟白龍姐相反 因為我覺得它太香又太鬆 所以如果說假的東西 就應該要做得這樣子 有肉感覺要有點肉的纖維 什麼之類的 真的就應該有一點硬硬的啊 或是什麼的 這個超鬆的 綿綿的耶 所以我覺得它是假的 牙媽也是這樣覺得嗎 對 因為我買的肉鬆 都是那種現炒的 現炒的肉鬆吃起來就是這樣子 會有比較粗的感覺 不是這麼細的 甚至還會卡牙縫 好 這個題目 來 佩玉 來 白龍姐 妳都錯了 白龍錯了 白龍姐 妳都一直買假吃物 妳都一直吃假的 所以假的是B啊 是 怎麼辨別呢 怎麼辨別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我其實各吃了一點點 我就覺得 A 它比較有肉的嚼勁感 對 B 太粉了 對 我們來看 剛剛講的 白龍講的說 比較鬆 對 鬆是什麼鬆 豆粉鬆還是肉鬆 你到底是吃肉鬆還是豆鬆 可是裡面還有加豆喔 要加豆粉 有時候我們吃肉鬆會覺得有脹氣有沒有 因為脹氣其實是 造成脹氣 所以全肉鬆是不會的 然後鬆是其實是豆粉 然後第二個是你看顏色 這個顏色非常的均勻 這個顏色有層次 這個有用色素 然後會用香料 色素去調的 而且你看喔 像它這個假的肉鬆 它都刻意放一些吃麻在裡面 它是不是也是刻意在避那個味道還是什麼 其實讓你們覺得說 我到底要知道的是什麼 原始的味道是什麼 你吃不出來 對 所以假的豆鬆都要調和一下 對 調和味道 對 因為肉粿嘛 那個大豆粉便宜啊 所以加大豆粉下去 加肉筋下去 就變成 豆粉就變肉了 哇 天啊 陳博士 有一天你不走正途 我看社會上這次已經很危害了 是亂源啊 我跟各位做這個 A加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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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土窩超市 對 好 然後呢 你看還有呢我們在看說 你說除了還有它用的醬油也有很關係 醬油有防腐劑 有化學醬油的問題 然後那個我們肉鬆就影響肉鬆的品質 其實肉鬆就是給誰吃的 小孩跟老人 對 小孩吸收 老人不容易吸收 你都買這些假的給老人跟小孩吃 有 因為我們買那個嬰兒肉鬆 兒童肉鬆 那也還很貴 我們都特地要找那個 綿到不行 太細的有沒有 我剛剛真想要講 因為我們肉鬆就有分三歲以下吃的 對啊 你打開就是都長這樣 對啊 對啊 結果吃到的 對啊 像這個比較香 但是我又會擔心對不對 太鹹了 所以它是可以從那個香味來分辨 到底是真的香 豬肉香還是假的香 還是可以溫得出來 因為你的香氣還是不一樣的 聞聞看它的肉味 你想想看 我們小時候吃的肉鬆是什麼味道 你只要有這個感覺 這 這好怪喔 這個真的是肉鬆的味道 對 就好像經過我們小時候 經過人家在炒肉鬆的店 一樣的味道對不對 就那個味道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 如果用化學方法驗驗不出來 為什麼 一樣蛋白質 豆子肥也蛋白質 肉也蛋白質 所以 了解 所以很多東西是可以騙的 可以做假 真的 連機器都被騙 肉鬆有很多種 怎麼看才能夠馬上分辨真假呢 真的肉鬆顆粒 較不均勻 顏色也有深淺度 聞起來就像以前店家 在炒肉鬆的味道 吃的時候 有時候還會不小心卡牙縫 而假肉鬆是豆粉做的 所以顆粒均勻 因為有添加色素 所以顏色深淺都一樣 為了賣相好 也添加香精 讓味道聞起來特別香 口感吃起來是綿密的 而且假肉鬆大部分都有防腐器 裡面的豆粉更是讓 孩子仗氣的罪魁禍首喔 所以我們從這幾個方向 我們大概知道說 肉鬆怎麼變不真假 是 謝謝 佩妮 謝謝 好 那麼警戒再下來 粉圓 妳一定要猜對囉 我告訴妳 妳是粉圓達人嗎 三位 請請請來 我真沒有勇氣 我可以用這個試吃看看 晶晶厲害喔 專業喔 我還看她的彈性 這麼會 這麼會 那個 怎麼樣 白蓉妳發現什麼樣的破綻嗎 還是 跟妳當年的那一杯 有什麼不一樣嗎 白蓉姐要不要先拿回去 妳們家放一個禮拜 我知道了 妳知道了 我知道了 有把握了 妳知道了 那其他兩位 她選了妳們就選 好 而且妳要選哪個 哪一個 妳知道了 好 三位 A B 哪一個是假的 請舉牌 A B A 這次是晶晶不一樣 變成我不一樣 這次妳不一樣 來 晶晶先說 我 我跟妳講 像剛剛啊 就是很明顯 有一個比較天然的樣子 所以呢 就是應該是天然的 真的 像這個呢 我覺得它是假的 因為它長得太天然了 太天然了 所以呢 就是為了要 漁目混租欺騙消費者 所以呢 她把它做得這麼天然 然後漂得這麼白的顏色 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被博士弄到 已經搞不太清楚了 這真的是假的 還怪到博士頭上 都已經逆向思考了 對 但是我跟妳講喔 像晶晶說的 這一個是假的 這一個呢 通常 這一種粉圓喔 我們在吃那種什麼 青蛙下蛋 青蛙下蛋啦 粉圓冰啦 很多是這一種 對 對不對 比較淺咖啡喔 淺淺的 但是妳像這個A 妳們認為是假的 對不對 因為它太 這個在一般的那個飲料店 真的 真的 就是這一種 對 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它是假的 妳覺得它是假的 對 因為它放一個月還是假的 一樣嘛 是因為太Q嗎 還是顏色嗎 顏色還有 它妳看 這邊旁邊是稠稠黏黏的 然後這邊它就是 粒粒分明喔 對 粒粒分明 剛才它很難很難擦 很難擦 對 很難擦進去 對 但是呢 像這種 這種奶茶的珍珠 人家賣這個店的人 還跟我講說 他們每天都要煮好幾次 都是這一種粉圓 來 夏老師 解答一下 這一題金金答錯了 所以是錯的 所以B是真的 B是真的 A是假的 對 其實我建議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就在拿一顆 然後你拿這個粉圓 就是用牙齒 把它輕輕的咬一半 然後你仔細看中間 在B的這一個 你會發現它外圍是比較軟 比較嫩 然後中間有一個心 然後A呢 它是從頭到尾 而且B還有一個顏色不同 然後你的A呢 顏色內外都是一樣的 而且 就真的就是有加添加物 像一個塑膠袋的那種彈力感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裡面的核心 長這個樣 它會有 顏色是漸層的 真的是漸層的嘛 是 對不對 這比較淺的那個真的 而且比較有 透明度 對 但是你說這個真假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說假的 真的它是用澱粉嗎 是 就是百分之百澱粉 對 那真的呢 假的呢 假的話就是假... 我也有一點真假的 糊塗 假的呢 假的呢 就是說它沒有放這麼多 不管你是馬鈴薯澱粉 或是玉米澱粉 它反而呢 大部分就是放剛才博士提到的這個明膠 因為這個明膠它是化學的 所以就變成說 它在我們的體內就會殘留很多 然後最後就真的像變成 但是呢 這個粉圓呢 之前新聞有在追 就是說是不是為了保鮮啊 加一些防腐劑啊 或什麼 最可怕的就是它這個 本甲酸 那本甲酸是一種防腐劑 那本甲酸有好處是這樣子 它可以增加它的彈性 就是這個粉圓的彈性 而且它不會壞掉 不然粉圓的話 很容易會壞 那本甲酸呢 是對我們的肝腎造成疑惑